BGM 方程报报8最近开始预定了 40到50万的预定价 大家觉得如何 我个人其实感觉是非常 物超所值 因为这款车呢 除了人送比亚迪小U8 有着可避美百万级仰望U8的 一个越野实力外 它在科技层面 还配备有华为的自驾 它是全球首款搭载的 华为自驾的硬派车型 所以说你从某种角度来讲 你甚至可以把爆8理解成是 能越野的问界M9 那么这么给力的一款新车 那肯定是要带大家来 一块先赌一块了 今天呢咱们就来到了店里 来静态的品鉴下这一款 智勇双全的爆8 看它到底有什么实力和魅力 爆8其实可以算是开创了一个新的越野分支 那就是智能硬派越野 它打破了硬派车游勇无谋的一个刻板偏见 它作为全球首款搭车了华为乾坤自驾 A-DAS 3.0的硬派SUV 爆8拥有高速城市NOV 驳车代价自动驳车等等功能 可以轻松的实现 有路就能开 可见即可驳 以前提起四五十万 带华为自驾的SUV 那都是问界M9 不难 如今又到了爆8这个选择 而且后者呢 它还精通越野 这你受得了吗 此外爆8的方程爆硬派专属智能座舱 同样是科技力MAX D-Link 150智能座舱拥有七频粘动 四方位语音控制 指尖操作等功能 市面上拥有的智能交互功能 它都有 而且操作起来更加精准便捷 比较让我感到惊讶的是 爆8大爱支持华为鸿蒙 苹果双系统UWB手机车钥匙 和安卓鸿蒙苹果三系统的手机NFC车钥匙 你只要是手机 全都负能智慧出行的乐趣 这种为用户考虑的设计 真的是太棒了 当然最后一块硬派越野 爆8的强悍性能 也是它的一大亮点 得益于DMO电驱越野开创平台的负能 爆8搭载的是2.0T 纵致高功率的发动机 拥有接近750马力 综合功率550千瓦的一个超强动力 0百加速只要4.8秒 配合超1200公里的综合续航 智能三把锁 混动专用的低速四驱 以及蠕动泥土等15种驾驶模式 真正的帮助大家实现了出行边界不设限 无惧高山高鹤 想去哪浪就去哪的自由 而与出行自由相辅相成的 是爆8能与问界M9理想L9相媲美的一个层坐舒适性 没错一辆舒适的硬派SUV如今呢也能具备高水准的城市舒适性 爆8它搭载了和仰望U8同款的全功能版云脸P系统 拥有同级最大140毫米的悬架调节高度 具有高度钢度和阻尼三大可调 以及主动育苗和四轮联动两大功能 不仅可以轻松应对各种极限工况 还能大幅提升驾程质感 让平时更平准 驾程更舒适 今天是去户外越野撒花 那么安全 我们肯定得放在第一位 爆8配备的是华为支架超强智能避障功能 能够自动的避障各种路障 而300米远红外夜市系统 还能大幅的提升车辆在夜间行驶的安全性 此外像什么14安全气廊 CTC电池底盘一体化技术 高强度钢超强龙式座舱等安全配置 也构成了最坚固的一道防线 主打的就是一个放心去浪踏实去玩 爆8的内外式设计布局 都营造出荣誉的科技感 外观造型它延续了方程报家族式 蔚来新建美学设计语言 蔚来机甲风格和粗犷野性美 巧妙的融合在一块 看起来很有力量感 内饰设计也很硬核 科技配置属性也是直接拉满了 而且它的舒适配置方面 也是能给的都给到了 车厂5195毫米 轴距2920毫米 和问界M9 理想L9是相近的 都具备宽敞的车内空间 像冰箱彩电大沙发舒适三件套 座椅通风加热按摩等等 也都安排的明明白白 除此之外 爆8还实现了全车座椅电动调节 三排六七座灵活布局等功能 主打的就是够舒适 也够智能和灵活 怎么样 大家对于爆8的产品 有了初不了解后 是不是觉得40到50万 这个预售价定位也是蛮香的 毕竟人家越野性能媲美是百万级的 仰望U8 华为支架和问界M9是同根同源 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舒适性套餐 也对标理想L9 主打就是全面覆盖满足用户各种出行的需求 这一款完全体状态无短板的硬派UCV 你说该多少钱 理想L9是40.98万元起 问界M9是46.98万起 以乔乔同家为的理想L9 俩产品力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上 要是爆8它的高配车型 到时候售价再定在46.98万 和问界M9看齐 那画面我觉得简直就不敢想象 看来接下来高端SUV市场变不变天 得爆8说了算